第89届颁奖典礼 当时颁奖嘉宾沃伦比蒂宣布 爱月之城获得最佳影片 导演率领剧组演员准备发表得奖感言时 该片制作人霍洛维兹发现卡片上写的是月光男孩 此时爱月之城剧组人员只得尴尬下台 去年年底有网友截图凤凰卫视跑马 内容写着一代影帝周人发因病医治无效在香港去世 画面还放上他在电影《堵神》中的经典画面 不过事后证实是合成假照片 音乐精灵孙燕姿去年传出他在纽约演出遭到巨杂伤 工作人员立即将他送医急救 但最后仍伤重不治 立刻引发众人惊慌 而孙燕姿得知自己死讯后 立刻在推特发文报平安 外发生什么事我还活着也 去年微博上疯传斗净童剔头影片 网络开始流传斗净童出家的传闻 对此媒体求证斗净童本人